白水300左右,瓶装水养300左右,这些都是氧化的,正电位的 维他命C呢,负50左右,绿茶负100左右 鱼干油,Omega3,负200左右,还原水呢,负400左右 如果你的水源好的话,更加高,水源水是不好,比较低的 如果说新鲜装出来是负400,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它就氧化了 所以这个水要新鲜了,你炒的菜是现在吃还是明天来吃,还是后天来吃 今天吃对吗,现在吃对吗,水也是一样哦 OK,这个是图表,现在看这些瓶装水哦,我们看现场的 这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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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流水,这个是,第三瓶呢,是放泉水,这个是,第三瓶呢,是,放泉水 这瓶呢,是,现场观众带来的一瓶的水,五瓶水哦,不讲牌子哦,我们看,等下他回家,他就知道发生自己是这个水 OK,OK,这个呢,比较贵的矿泉水,法国矿泉水,认识这个牌子哦,真的是很贵哦 一罐,一罐这个快六,这个哦,三罐,就怎么办 OK,这个是这里装的自来水 OK,这个也是自来水,然后拿来清洗我的遗器啊,这样 OK,这个是还原水 OK,这个呢,是,量卖氧化,还是抗氧化 只要是正的话,就是氧化,富的话就是抗氧化 OK,我们先看这个啊,氧化还是抗氧化 正还是富,多少? 250多 257啊,氧化哦,看到哦? OK 这个呢,法国矿泉水 attacked 270多 270多 是吗? 氧化啊! 这罐呢,不晓得是什么水 250 250 250 OK,那这个呢,挡氧化 250 多少 23 230 这个呢 真流水 240多 主角 多少 414多 啤酒也是在 这个种类的 也是这个级别的 所以你发觉那些人喝啤酒 比较快老化 这个是还原 加还是减 减多少 600多 唯一一个 抗氧化的水 没有这个呢 我也不知道它是加还是减 那想想 如果是一粒苹果切了很多片 丢在这些杯子里面 在这里呢 那个苹果最快变褐色 因为它非常氧化 在这里呢 至少几个小时不会氧化 你想想这些可以是我们的身体吗 这些水是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吗 那些苹果是可以是我们的 器官 那些细胞吗 靠在怎样的水会不会决定我们的健康呢 这个呢 翻译成华文哦 它说我们身体有多少抗氧化剂 确定我们能够活得多健康 多长命 要不要活得长一点 要不要活得健康一点 长命不健康不好对吗 OK 就是说 当我们有一天去世的时候呢 身体没有抗氧化剂 身体太多 太会氧化而腐烂 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要补充抗氧化剂 抗氧化剂从哪里来呢 新鲜蔬果生菜 等下跟你讲 你吃的多新鲜 等下你看哦 OK 保健品 你们有吃保健品吗 菜又不吃 保健品又不是 OK 还原水呢 也有很多抗氧化剂 OK 一杯还原水里面的抗氧化剂 相等于五公斤的 那个新鲜蔬果生菜里面的 抗氧化剂 一天可以吃五公斤的蔬果生菜吗 很辛苦对吗 一天可以喝一杯水吗 比较容易对吗 不是说你喝这杯水不需要吃菜 因为菜跟水果里面的 营养是不在水里面的 只是说抗氧化剂 OK 这个水的第二个特质叫碱性 它另外一面叫酸性 酸从何而来 这些很好吃的食物都酸性的 饮料 污染的空气 负面的情绪 这些都是很酸性的 你很烦的时候 你通常会怎么样 深呼吸对吗 你要排毒放出那酸性出来 你就会比较心中的 OK 出生的时候是减性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酸性 起点到重点 有些人很快逃到生命的进口 有些人比较慢 希望今天经过这个示范之后 你们知道怎么选择你们要吃跟要喝的东西 这本书呢 说减回性内 它说导致全部疾病的原因是基于太多的酸性 胃酸 尿酸 酸痛 有听过胃剪 尿剪 剪疯的吗 好像没听过的吗 OK 这个医生呢 他叫Dr. Otto Henry Morvan 他不是普通的医生 因为他拿到诺贝而讲 你们的医生谁拿到诺贝而讲的 还没有的吗 所以他讲的话可以相信吧 OK 他1923年会研究出导致癌症的主要原因 他发现癌细胞是酸性的 健康细胞是减性的 所以常听说那些医生叫癌症病人不要太悲观 要乐观一点 你悲观呢 你是给你身体那些酸性环境 给那个癌细胞扩散的更快 有些人就说饿死癌细胞 不是叫你不吃 不是饿死你自己 不要吃糖 糖是酸性的 所以有癌症的人连饭都不能吃 米饭也是有盘分的 OK 这个是酸碱值那个图表 中性是7.0 青色 7以下是酸性 7以上是碱性 这里是疾病 这里是健康 简单 这里是蔬菜 这里是肉类 水呢 OK 这个是测试水的酸碱值 来我们先看看 没有人蛇忙啊 没有啊 这个很酸哦 用那个数码的测试过是3.0 比这个酸1万倍 可是喝起来很甜的 糖是酸性的 这个呢 蒸馏水 蒸馏水呢 4.5 也是很酸的 为什么这个蒸馏水的那些逆生扣水 RO水都是酸的呢 他们把好的跟坏的矿物质都带出来 基本上这个水是蒸馏 什么都没有了 怎么知道呢 你看到这里全部都是零的 什么都没有了 有些人觉得这种水很好啊 很干净可以喝 如果我跟你说 这块番茄哦 什么营养都没有了 你会吃吗 很奇怪对吗 这个可以喝 这个可以吃 当你打开之后呢 它会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进来 二氧化碳英文叫carbon dioxide OK 二氧化碳是酸性的 所以很多人喝这些水呢 他们酸通越来越多 喝进去身体会把里面的矿物质带出来 OK 这个呢 矿泉水 什么颜色 酸性还是碱性 很多人以为矿泉水还是碱性的 对吗 OK 那 这个是 无名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什么颜色 金色啊 中性啊 为什么这个比较贵哦 OK 在这里哦 比较碱性 可是氧化 对吗 这个呢 中性 OK 自来水呢 他们放绿来杀菌 绿是酸性的 所以啊 如果那个自来水 只有绿呢 它的水管会生锈 所以每一两个月呢 他们得加那个减水下去 就好